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的入文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03分 涨44点 昨天美国休斯一天 劳动节 所以没有美国的影响 昨天欧洲股市大涨 而且涨很多 你看德国涨了257点 2% 英国也涨了2.3% 法国也涨了1.7% 所以美国那个不定数 涨那么高 在修正 对全球股市虽然没有压垮 可是难免会有一些干扰 所以美国昨天一休息 休息一天 整个欧洲股市 找到机会赶快抢工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 澳洲昨天已经大涨了 今天又继续涨 那包含南韩也是连续2天 昨天也是0.8% 今天又是0.8% 又是连涨2天 那日本目前涨112点 香港涨140点 台北股市墜落 虽然也没有跌得很多 可是外资故意在压盘 很讨厌 很讨厌 今天台北股市会反弹 因为分线指标 30分线的才刚黄金交叉而已 所以今天行情会拉上去 会溜去 今天行情会带上去 会用谁来带呢 目前预估量2,350亿 以目前看来 金融股今天不够强 只要靠金融股可能力道会不够 昨天最弱的是高价股 今天高价股会反弹 因为今天行情 几乎跟昨天完全颠倒 你看昨天低价股那么强 今天低价股虽然也是很强 没有错 可是并没有集中的族群 今天低价股虽然还是很强 可是并没有很集中的产业 比如说 昨天强势的水泥 今天也不强了 昨天塑胶很强 今天塑胶 就剩下一档台达化 哪其他国桥这些都不行 因为昨天塑胶都走低价 台塑南亚台化完全都没起来 这三支最重要的 塑胶指标股 如果它不涨 那么其他一些低价的 塑化原料股涨 那个都有限 那都只是跌升反弹补涨而已 今天包含航运股 今天也不行 长龙 阳明 今天阳明大跌 中国也大跌 昨天大涨的都变成今天大跌的焦点 包含太阳能 昨天绿能太阳能很强 今天风电也大跌 太阳能更惨 茂底已经跌停了 所以很明显昨天强的今天弱 那么相同的 昨天弱的高价股 今天就有机会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价股的部分 但高价股要大涨 要全面性大涨不容易 可是昨天跌升的 翔硕 星象 微影 郁金光 郁金光发布财报 发布8月营收还不错 所以今天瓶盖股有些也会动 力望 今天高价股 跟昨天比较起来今天就强很多 所以这个行情很短 在这种很短的行情里面 你切记追高杀低 切记不要看到什么股票强 就是追什么股票 很容易一天两天就没有了 那你看到如果去杀 又很容易去杀到低点 所以就像这种行情 你就只有找业绩好的股价在低点了 尤其最近有新产品发表 他受惠的 这种受惠股价又修正两个月三个月了 他到时候营收一发布 他就会动 就好像3406郁金光 8月营收一发布之后 就开始动了 对3227 原相也是啊 昨天一发布之后 昨天又大涨 包含2337旺宏 昨天也大涨 今天旺宏我是先跑了 开盘前我就通知33块钱以上 都先卖一半做差价 今天卖很好卖 都卖在最高点 昨天三大法人大买 旺宏买了6万多张 光是外资就买了5万7千多张 那旺宏为什么会买那么多 旺宏题材很多啊 除了任天堂的记忆体以外 包含无线耳机的记忆体 更重要的 现在美国可能会制裁中芯 如果制裁中芯的话 那么 8寸晶圆 6寸晶圆代工的都会受贿 更重要的 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本身 Nual Flash 最大的生产也是中芯 所以中芯如果被制裁 那旺宏就是大赢家 因为整个中芯的单子 就会转到旺宏这边来 那无形之间 旺宏就挤升到平概股的行列 所以旺宏要注意哦 这支拉要注意哦 我们说很久啊 昨天连续大涨三天 这好苦了要紧缺 现在指标是有点高 蹲下来 肢股票要注意 我们看今天盘面上 比较重要焦点 你看乔春也是涨高 起管国队就危险嘛 但业绩也不好啦 只是因为股价低于净值以下 那国阳昨天外资继续加码 又买了900多张 8月9月份外资已经买了 9月外资买国阳 买了5242张 那8月份也买了7516张 这个均价都在30块钱的位置 所以在30块钱买了1万多张 1万2千多张 这你放心 这随时都能够卡在 后面还有个简直哦 昨天PCB很弱 我就跟大家讲 那满油痕 因为咬到空单 夹到空担 你夹到空担 去去去去去 滚了滚了滚了 那这种股票也没什么好做的 就看就好了 那你也不要刻意去空它 你空它它也是不会下来的 这个看就好了 没有投资的价值 今天金融股 大概都在平盘 那富邦金要注意 因为富邦金投资大陆的厦门银行 即将要在中国大陆挂牌 这个对富邦银行会有很大的一个抑注 所以富邦银行要注意 尤其前七个月 EPS已经4块6了 到时候大盘如果要充1万3 富邦金会带头 如果不充便罢了 大盘如果要过1万3 富邦金一定要带头 那今天台积电也不错 你看昨天强势的联电 今天反而变成下跌 那反而昨天弱势的台积电 今天就起来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行情会涨 高价股的部分要注意 现在目前已经涨了60点了 已经去60点了 会再去啊 还会再涨 因为美国昨天修饰 所以没有美国的压力卖压 整个全球股市间反弹力道 会来的比较强 昨天欧洲股市已经表演一天给你看了 好 文贸昨天压下有跟大家讲过 这软件Q 连线半连线在相同位置 没有太多的空间啊 三百站起来就开始叮当啊 反而双红 你看我跟大家讲双红 不要再碰了 这越走越低了 今天最低已经剩下214 我们230以上都出 都出清了 原相 原相 这都要买习惯 原相昨天已经大涨过一天了 目前还在底部 这个任天堂的订单开始在出货 加上无线耳机的订单也在出货 双条线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之后 我估计9月10月 后边两个营收还会再拉高 这后边要出货哦 这个只要一百九 站上去就开始动了 八九站起来就开始叮当啊 昨天微软跟微影都跌停 今天也止跌 会赚客我就不要讲了 因为业绩很烂的公司 我就不讲了 等下讲一讲之后你们又跳进去 就不好 你看傅正用昨天涨一天又休息了 所以最近行情很短啊 在行情很短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刻意去追高 真顶 目前还打底 已经第四五个啊 开始进入第四个月了 年线半年线也铺在下面 这次礼拜三明天 苹果可能会有新品的发表 目前已经开始有传出这个消息 只是这次的发表里面可能 没有手机 可能没有手机 会以其他商品先发表 手机的部分 原则上还是会等到 十月份才会发表 这是他的策略啦 因为手机真的是 那如果说把所有东西都跟手机 绑在一起发表 那反而又延误了商机 只要变成其他先发表 然后手机还是会等到十月份 那这个策略是对的 所以礼拜三 苹果的新品发表要注意 顺达 8月以后也是创历史新高 8月以后也创历史新高 这随时也冲出去了 现在开始进入旺季了 今天被动营键比较强 国具发布8月营收 因为加入了鸡美 并了鸡美之后 营收加进来 这个业绩跳跃就幅度比较大 那被动营键除了国具以外 其他就表现就平平 就不怎么样 主要还是并鸡美的效果 你看今天镜头的部分 郁金光起来大力光不动 所以我在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这次iPhone的手机可能 镜头画素不会用到太高 大力光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一亿画素 可是可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反而郁金光的技术层面比较低 反而会比较受惠 所以在股价上面已经开始有表现了 这次回挡很久了 500多块的股票你如果能够接受的话 我觉得郁金光你也可以注意 这次修正很久 而且这次苹果新单里面 它的受惠贡献也是很明显的 对 风利股 风电股今天都很弱 都大跌 刚刚看到太阳那也很弱 9月份的行情一定脱离不了什么 低价股就不用讲了 低价股就不用讲了 9月的行情一定脱离不了新品的发表 现在从三星已经发表了 有这么多的商品 它的供应链有哪些是受惠的 接下来SBOX PS5 跟任天堂 早的话可能10月11月就发表了 所以又会牵扯出一批商机来 那礼拜三 平板 苹果的平板 耳机 全照式耳机 包含手表 Apple Watch 跟智慧音箱 会先发表 那iPhone 12 可能会等到10月份 所以礼拜三 一发表完之后 又是一波行情 又是一波商机 所以最近是很热闹的 9月 10月 11月是很热闹的 所以你不要乱枪打鸟 你应该从这些 发表的商机里面去找 已经修正过 股价相对在低档 获利会因为商品发表 而带出一波业绩出来 那股价就能够涨一波 那交叉比对之后 如果能够接越多单的 它的效果会越好 你看像原相望虹 都接到两条单 一个无线耳机 跟Switch的订单 那至少两条线 它的业绩就不错了 它的业绩就不错了 这个礼拜天跟礼拜六 我有擅长讲座 我邀请你来听 我会针对最近开始 发表商品的部分 所牵引出来的供应链 哪些是修正完 即将要开始启动的 来跟大家做一一的分享 这个未来两个月之内 都是最热门的话题 礼拜六早上在高雄 礼拜六下午在台中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这三堂讲座很重要 关系到未来两个月 你是否能够踩到正确的主流 尤其有很多整理 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刚刚要开始发动的 又是一波 一发动三成五成的股票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 新品上市新标股登场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